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明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6月,靖南之义到了最后关头 燕王朱帝抵达南京城外 建文帝朱允文派人和谈畏国,最终下令死守城门 这时,城内能用上的人手基本上都被派往各大城门把守 考虑到燕军最有可能从北方的四个城门工程 朱允文便派谷王朱慧和李景龙带兵驻守北方四城门之一的金川门 朱允文没想到的是,他这个决定加快了破城的速度 等朱帝亲率大军到达金川门时 李景龙和谷王二人没有选择开战,而是打开城门 明史记事本末记载 使谷王慧与李景龙守金川门,燕冰至,遂开门祥 魏国公徐辉祖率师迎战,败祭 意思是,朱慧和李景龙开城门迎接燕王朱棣入南京城 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席魏国公,慌忙带兵阻截朱棣 结果仓促战败 朱允文听闻消息,放了一把火,从此消失无踪 就这样,持续四年的靖南之役,戛然而止,大明朝换了主人 在靖南之役的最后关头,古王朱慧是一个关键人物 那么,他投降朱棣到底是临时起义,还是早有预谋呢? 本集将结合史料,来为大家展现朱元璋的第十九子 大明朝唯一一位古王朱慧的潦草人生 一,太祖封亲王,皇子守重镇 根据国朝宪征录记载 古树人慧,母郭慧妃,除阳王女也 生三王,长鼠王,次代王,次如意王,或曰吉谷王也 朱慧之母,侍者明的郭慧妃 他曾为朱元璋生了三个儿子 分别是蜀王朱春,代王朱桂和古王朱慧 郭慧妃在红武年间的后宫之中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他是马皇后的妹妹 这要从朱元璋刚入红金军的时候说起 元朝治政十二年,公元一千三百五十二年 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投奔豪州红金军元帅郭子兴 当时,朱元璋身无常物 唯一的特点便是勇猛果敢 恰恰是这一点 被郭子兴看中,郭子兴把自己的义女马氏 后来的马皇后许配给了朱元璋 让朱元璋成为了自己的女婿 郭子兴膝下有三子两女 马皇后虽然是义女 但自幼养在身边和郭子兴夫妻感情深厚 因此按掌女对待 郭子兴还有一个小女儿郭氏 朱元璋迎娶马氏的时候 郭氏还在强保之中 后来,朱元璋南下定远 辗转多年 郭子兴病逝 郭子兴之子被杀 郭氏无依无靠 来投奔姐姐马皇后 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追封郭子兴为除阳王 郭氏则被纳为后妃 最终成了朱元璋较为宠爱的妃子之一 郭惠妃 郭惠妃先后为朱元璋生了五个孩子 除了朱春 朱桂 朱惠外 还有永家公主和汝阳公主 从生孩子的数量来看 就知道郭惠妃的受宠程度 朱惠生于红52年 公元1379年 他是郭惠妃所生第三子 第四个孩子 在朱元璋诸子中排序第十九 朱惠作为母亲的小儿子 从小就被郭惠妃疼爱 朱惠小时候非常聪明 朱元璋很喜欢他 朱惠出生时 马皇后已经去世 但因为郭惠妃是马皇后的妹妹 因此 太子朱镖也非常看重朱惠及他的两个哥哥 红52四年 朱惠便被朱元璋封为古王 朱惠的封地在宣府 宣府位于今天的河北张家口境内 在古代处于军事要冲 更被称为是长城九镇之一 因古代宣府又称上古郡 这边是古王这个风角的来历 元朝末年 宣府城池坚固 务赴明风 是个绝好的地方 当年 和朱惠一起风帆的皇子 还有十八皇子朱便 明王 二十皇子朱松 韩王 前者的藩帝在甘肃明州 后者的藩帝在辽东开园 和这两位兄弟相比 朱惠明显是占了便宜的 这也说明 朱惠得到了朱元璋一定程度的偏爱 洪武年间 朱元璋年长的皇子 大多都是成年之后才去封地就藩 但到了洪武后期 朱元璋年迈 想提前安排几个皇子到封地 由专门的老师在封地教导 洪武二十八年 朱惠便辞别朱元璋 前往宣府就藩 朱元璋当时从国子剑中 挑选了为人正职 学识渊博的于廷刚 做朱惠的老师 担任古王府长使 就这样 古王朱惠 开启了他的藩王生涯 朱惠少年聪慧 朱惠得到父母的疼爱 总缴之年 便被赋予重任 平凡一方 和寻常百姓家的孩子相比 他的人生路线早已铺设完毕 只等接下来为大明出力了 而实际上 朱惠对大明朝的效忠 却是另类的 二 靖南先逃跑 首战开城门 根据史料记载 朱惠刚到宣府时 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他先是命人扩建了宣府的城墙 修建了瓮城 将宣府建设成了宫守兼备之城 与此同时 他还参与建设了一百多里的明长城 从长玉口之大静门 修建了索阳关 这些关爱 朱惠虽然没有用上 但对明朝后期抵御游牧民族 起到了一定作用 小编认为 他的这些作为 很可能是奉朱元璋之命 而具体执行的 洪武三十一年润五月 明太祖朱元璋驾崩 古王朱惠本要去南京奔丧 半路上接到建文帝朱允文的旨意 让藩王各守其位 不得离开藩帝 因此又返回宣府 同年八月 建文帝朱允文在齐太等人的建议下 开始削藩 最先倒霉的是周王朱素 朱元璋第五子 当时 朱允文派李景龙 以练兵的名义路过开封 以迅雷之势包围了周王府 朱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拿下 贬为庶人 发配到云南 接着 齐王 湘王 戴王 明王 分别被削 朱允文的这一系列的操作 让明朝朱王震动 在北平的燕王朱棣 坐立不安 最终接受姚广孝的建议 秘密筹划靖南 而在距离北平不远的宣化府 朱惠也非常忐忑 因为 在上述五位被削的藩王中 戴王朱贵 是朱惠的同母哥哥 而明王朱检 则和朱惠同一年出生 也就是说 不管是按亲书关系 还是按年龄 朱惠 都有被削的危险 不过 两个月后 朱惠收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让他安下心来 这个消息是朱允文下旨给朱惠 夸奖朱惠勤勉 说宣服是北方重镇 让他安心帮大明朝首番 次年六月 燕王朱棣 在密谋半年之久后 终于扯起反旗 以清军策为名起兵 靖南之意爆发 明史 朱惠传记载 燕兵起 会走环京师 而根据国朝宪征录记载 建文出靖南兵器 会走环京 即 等朱惠起兵的时候 朱惠放弃了他的封地宣服 回到了南京 在文言文中 走势跑的意思 也就是说 朱惠很可能是怕燕军 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 先回南京避避风头 靖南之意 先后打了四年 这期间 朱惠没有任何参战记录 直到建文四年 朱惠兵临南京城下 朱惠才粉末登场 这也就是本集开篇的那一幕 明史 朱惠传记载 惠奉命守金川门 登城望见城祖灰盖 开门迎降 城祖得知 朱惠和李景龙奉命把守金川门 当他遥遥看到朱惠的滑盖时 立即打开城门迎接朱惠 朱惠因此非常感谢朱惠 也就是说 朱惠把守金川门 他根本没有守城的意思 而是就等着朱惠来 他好开门投降 循子有言 唯利所在 无所不清 若是 则可谓小人矣 君子守矣 小人谋利 靖南之初 朱惠认为朱惠文会赢 因此跑回南京 而今 他认为朱惠文大势已去 所以 开城门给朱惠送了个大礼 这种投机心理 实乃小人无益 若不是徐辉祖最后时刻的叛死祖劫 朱惠入南京城 几乎不费一兵一卒 如此 朱惠因能不感谢朱惠 三 临战骨头松 莫像是鸡弓 朱惠进入金川门的消息传出 城内大乱 建文帝朱允文建大势已去 在皇宫内放了一把大火 从此留下千古谜团 因为朱惠主动打开了金川门 迎接燕王入京 因此 靖南之义胜利后 朱惠成为得利者 那么 朱惠投降朱惠 到底是临时起义 还是早有预谋呢 这里 就不得不提朱惠的同谋李景龙了 李景龙是开国名将 朱元璋的外甥 李文忠的儿子 李景龙自幼熟读兵书 被朱元璋为以重任 在洪武朝 就担任太子太傅 靖南之义爆发后 老将耿炳文兵败 由于魏国公徐辉祖 徐达之子 和朱弟侍郎就关系 为了避免瓜田李夏之嫌 朱允文决定派李景龙带兵北征 不成想 李景龙在郑村坝和白沟河 先后两次败给朱弟 导致南军元气大伤 若不是盛庸 铁炫等人判死抵抗 朱弟早就打到江淮之间了 李景龙复制了赵阔的表现 建文帝竟然没有杀他 建文四年 朱弟打过长江 朱允文被逼无奈 决定派人和朱弟和谈 一共谈了两次 第一次派沁城郡主渡江和朱弟谈判 沁城郡主是朱弟的唐姐 和朱弟关系亲厚 结果没谈好 第二次派李景龙和如常 兵部尚书 王左 都督 前去找朱弟谈判 明史记事本末云 遣李景龙及兵部尚书如常 都督王左往龙坛 仍以歌帝讲和为辞 关须时以待援兵 李景龙去谈判 实际上缓兵之际 建文帝的意思是 先以歌帝劝朱弟退兵 然后等援兵到来 再灭燕军 这次谈判表面上还是没谈妥 但给了李景龙进入朱弟大仗的机会 巧合的是 帮朱弟打开金川门的 恰恰有李景龙 更巧合的是 朱弟登基后 明太宗实录记载了 封赏李景龙的一段记录 以曹国公李景龙 尚书如常 都督同志王左 都督牵使陈轩有默向士姬之功 意思是 李景龙 如常 王左等人 在朱弟入京的时候 有默向士姬之功 什么是默向士姬之功 大家自己品味 再结合 我刚刚引用明史记事本末的那段 遣李景龙 及兵部尚书如常 都督王左往龙坛 仍以割地讲和为词 关需时以待援兵 大家会发现 朱允文第二次派去与朱弟和谈的名单 和明太宗实录上记载的 朱弟登基后 有默向士姬之功的名单 基本上一致 所以 小编认为 这说明李景龙 如常 王左等人 在那次谈判 与朱弟接触时 可能就已经暗中投降朱弟 换句话说 朱允文派李景龙把守金川门时 李景龙已经是朱弟的卧底了 而本集的主角古王朱惠 又和李景龙一同把守金川门 古王朱惠看到朱弟的滑盖 就立即打开了金川门 种种迹象表明 李景龙已经和古王朱惠串通一气 古王朱惠现成门投降 是有预谋的 而不是临时起义 钱忠书先生在围城中有这么一句话 骨头松了 一辈子没出现 古王朱惠这种贪生怕死 见利妄议的投机分子 注定不会有完美的结局 事实证明 朱惠印证了钱忠书的这句话 四 无知是功高 古王成笑柄 朱弟登基后 古王朱惠因献门有功 得到封赏 明使 朱惠转云 朱弟 即位 赐汇月七奏 卫士三百 赖雨甚厚 改封长沙 增岁路二千弹 朱惠登基后 给了朱惠很多赏赐 最特别的是 朱惠被朱的改封到了长沙 凤路也增加了两千弹 和北方苦寒的宣服相比 长沙明显安全得多 可见 朱惠对朱惠还是不错的 永乐园年二月 朱惠到长沙就翻 他借着雍丽之功 逐渐骄傲霸道起来 和洪武时期相比 朱惠明显不那么受规矩了 上文提到 和李景龙一起去跟朱惠和谈的儒常 朱惠登基后 儒常因默向世纪之功 被封为忠诚伯 儒常有一次路过长沙 没有去拜见朱惠 朱惠便抓住不放 连续弹劾朱惠 要求朱惠杀了如常 朱惠最终 碎了朱惠的愿 杀如常以治罪 朱惠见朱惠听自己的建议 杀了一个当朝伯爵 于是更加肆无忌惮 明史说他一交四 夺明田 清宫税 杀无罪人 他不仅抢夺明田 贪污朝廷税款 还滥杀无辜 不仅如此 他还招逆亡命 袭兵法战阵 造战舰公母气血 朱惠的长使于庭刚 数次劝他 不要这么做 他都不听 最后干脆杀了于庭刚 朱惠徽下 有一个叫张兴的嘟嘟牵士 他怕朱惠的所作所为 会牵连刺身 因此 秘密到京城告诉朱棣 朱棣不信 张兴听闻太子朱高赤人后 于是找到太子 对朱高赤说 其他日无连坐 意思是 以后朱惠出事 可不能连累我 朱高赤把这件事 禀报给朱棣后 朱棣说 我待朱惠一向不错 他应该不会如此吧 其实 朱惠的做法 远超朱棣预料 明史记载 谋于元西县灯 选壮士 交织音乐 同入境中 四夕为变 朱惠打算选一些死士 教他们乐器 趁着正月十五关灯的时候 到进宫中谋逆 然后 朱惠派人秘密联系 他的同母哥哥 蜀王朱春 隐晦的 说了自己的意思 没想到 朱春却深斥他 不能乱来 朱惠不听朱春之言 豪言 当年我打开金川门 导致建文帝负面 现在到了我为建文帝伸张大意的时候了 蜀王朱春 看弟弟越来越不像话 再这样下去 兄弟三人都将人头不保 于是大意灭清 向朝廷举报朱惠 朱惠的叛乱 就这样被朱惠扼杀在摇篮里 永乐十五年 古王朱惠被锁拿入京 群臣纷纷建议朱惠处死朱惠 朱惠是一个聪明的帝王 不愿意再担杀帝之名 于是对大家说 朱惠乃是我的兄弟 我就让其他兄弟们来决定他的结局吧 于是 朱惠召来周王朱素 五帝 楚王朱真 六帝 蜀王朱春 十一帝等人商议该如何处置朱惠 大家都说 朱惠违背国法 天理难容 不能让这种人活在世上 明史的原话 是会为祖训 谋不轨 踪迹甚者 大逆不道 朱无赦 朱惠最后没有听从朱王的建议 只是将朱惠废为庶人 不得不说 作为一代雄主 朱惠这一招非常高明 朱王当着朱惠的面 哪一个敢为谋逆者求情啊 大家都说 要杀朱惠 朱惠 朱惠再将朱惠免死 废为庶人 此举 不仅可以彰显朱惠自己的人德 还可以震慑其他藩王 朱惠被废 他的两个儿子 也同样被贬为庶人 古王府的官员西数被杀 只有之前曾来告密的张欣 因为有言在先 没有被牵连 古王朱惠 朱惠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儿子 平凡一方 他可以没有朱元璋勇武 但至少不应该是个软弱无能之辈 小编认为 历史上的朱惠 至少犯了四个错误 在靖南之义爆发之初 古王朱惠弃封地而不顾 有负守土之责 此乃一错 燕王宫南京 朱惠开门投降 有失忠义 此乃二错 在长沙多行不义 杀了劝谏他的长使 有失仁义 此乃三错 最后决定谋逆 更是不自知 毫无忠谷可言 此乃四错 一经 细词下有云 善不羁 不羁 不足以灭身 坑建文 反朱惠 建立妄议 投其取利 朱惠必定成为大明藩王之笑柄 参考资料 明史 明史记事本末 国朝献征录 明太宗实录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